我好道個昨天呢 美國兩大政治領袖 都這個各自有各自的個人秀 那香港法案一過關之後呢 裴洛西呢不但是直接簽署 而且擺了一個台子公開講話 然後公開拍了很多簽署的正式流程 跟影片跟畫面跟照片 散佈在各大的媒體 跟各大各大的網路平台 然後裴洛西一方面攻防的是 川普的彈劾案 一方面立刻加快腳步 快速通關的是香港的人權法案 那川普呢就找皮姆庫克 一起在德州的工廠 然後也作秀 就說Apple最高機種的這個產品 留在我們美國 留在德州生產線 然後也是在媒體上 輿論上攻防 然而兩個人最終在香港 這一個法案仍然要對決的 裴洛西快速通關之後 立刻發的相關的公開資料說 今天白天簽完立刻送白宮 所以川普今天晚上 球就到他手上 對我不覺得川普跟裴洛西 在香港法案上有對決的關係 因為我認為白宮在香港法案上 自始至終是不反對的 雖然說他們沒有公開的說 他挺這個法案 但是你如果看整個法案的推動的最積極的人 實際上是共和黨的 盧比歐這類的人 那是這是第一 第二 這一次香港法案 國會參眾兩院 前所未有的意見一致 在美國國會歷史上 參眾兩院幾乎是無意義通過的法案是很少的 那在那種情況下 總統把他否決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 那所以我認為這個川普是會簽這個法案 那麼簽了這個法案的話 實際上是將了習近平一軍 因為習近平中共的所有媒體 都是非常強烈的反對這個香港法案 當然了 這個香港法案對於香港的國際地位 和香港的這個現有的 所有的這個外貿和金融方面的特殊地位 是有巨大的負面影響的 那長遠來說 當然這個中共在香港實行一國一制 也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批評吧 現在的問題是說 最關鍵的問題是說 這個香港法案通過以後 中共對於這個貿易協議的態度會是怎麼樣 那我一直認為這兩天 川普的所有的講話 實際上是在為短期內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簽不了在做這個輿論準備 你認為他在對他的群眾打預防針 他說中國不夠積極 然後他是為將來的破局 然後來這一個責任外洩 是 就是說以免了華爾街或者股民 本來希望他簽協議的 然後華爾街最後就怪他說 你砸了這個美國股市的鍋 是 是因為我覺得很明顯的他在做 同事做幾件事情 第一你想他跟蘋果說 跟美國企業說你如果搬回美國的話 你就沒有關稅的問題 第二他聖誕節之前給美國的農民發現金 說你別著急 反正我一年從中國收1000億 我給你個200億美金的補貼 你也不會賠錢 那第三他說這個我要求中國的這個 那個東西他們都還沒有答應 那既然他們不那麼積極答應的話 那不是我的錯啊 我不一定非要達成貿易協議啊 那第四個問題 他一再的把這個貿易戰 同時美國政府不光在香港問題上 在南海問題上 新疆問題上 西藏問題上 科技戰 金融戰 台灣問題 宗教自由 等於是實際上 美國跟中國的所謂新冷戰 有同一個時間 有十個不同戰線在開打 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中國實際上是處於一種防守狀態 因為還有一帶一路 那美國實際上在各戰線 對中國在發動進攻了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即使貿易戰有一個短期的協議 也並不減弱美國在其他戰線的對中共的進攻 好所以美國現在圍堵北京圍堵中南海 照你剛剛的觀察這一兩年以來是巴陸人馬 至少到處開戰場全面開戰 這也如同北京圍堵蔡英文 也是巴陸人馬到處開戰 就是說美國怎麼圍堵北京 北京也怎麼圍堵蔡英文 是有類似的戰略戰術的 這個異曲同工之妙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美國的情況是 他也是在一個全球的戰略的大調整 我認為川普比方說 他們對於北約在歐洲的撤軍 比方說他在昨天有提出來要在南韓撤軍 他在中東敘利亞的撤軍 所有這些他自己已經公開說過了 我覺得國際媒體對這個問題沒有足夠的重視 實際上他自己說 他做這個事情都是為了對中國 他要把他的全球的力量做一個大調整 從各個地方撤回來 然後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對付中國上面 對 因為中國不是日本 中國也不是蘇聯 蘇聯當年跟他固然有軍事上的軍備競賽 但是蘇聯當年的經濟實力 遠遠差美國差得非常遙遠 是 不見得 在1950年代的有一段時間 蘇聯的GDP相當於美國60% 跟中國現在的情況有點類似 因為實際上當時蘇聯在整個 不管是規模比現在大 蘇聯當時因為有整個東歐集團 然後蘇聯跟中共是軍事同盟 所以在1950年代韓戰前後一段時間 實際上整個蘇東集團加上中國 他們的力量跟美國的差距並不很大 我問一下王浩大哥 當初2003年SARS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就非常的惡化跟嚴重 所以後來港股直通車跟香港的紅利 中南海北京一下到香港之後 香港的經濟才能夠反彈回升 當然了 2003年SARS的時候 當時是有幾個情況 第一就是說SARS真正的來源 是始終大家也搞不清楚 有種說法是說吃了那個果子力 但是這個也只是一種說法 第二實際上SARS是沒有這個疫苗 沒有這個可以真正預防的搶救的東西 第三個它是人跟人接觸都有可能傳染 所以它傳播速度非常之快 那所以當然對香港整體經濟當時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實際上不光是香港 因為中國很多地方包括北京 也是造成了很大影響 當時北京市長因為這個事情也下台 實際上現在這個情況到底嚴重程度 還沒有到2003年SARS的情況 但在中國北方已經有四個省 發生了類似的案例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